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之新股速递 先和大家看看中港股市现在的新国表现 内地股市个别发展上证指数跌1点 报3208点 深证城市升17点 报10925点 互深300指数偏远 跌91点报3430点 创业版指数跌1点报2159点 看看港股现在的表现 升115点报22335点 国企指数升68点报9411点 这一节嘉宾请来Harry 和我们介绍一下新股伟能集团 Harry 你好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伟能集团 先和大家看看招股的资料 11月17日是公开发售截止日期 而上市是11月24日 全球发售下的发售股数5亿6千万股 发售价会定在2.78至3.47之间 估计集资今天一共16亿5千万港元 每收入场费计算是3千5百多元 下一个图表会讲讲集团的业务简介 集团是全球领先的大型发电机组系统集成SI商之一 和东南亚最大的私营燃气发动机式分布式发电站 拥有人和营运商 公司业务主要是系统集成SI业务和投资 建设还有是营运IBO业务 看回去年的收入 去年的收入是有12亿1280万港元 按年升幅有三成那么多 而日利方面是录得1亿4120万港元 按年升幅就有1成7 最后看它这次集资所需用来做些什么 最大的占比用五成半的资金 会用来投资IBO业务的分布式发电站 其次是扩充SI业务 两成的资金都会用来做这方面 绿色的范畴是扩建国内外办事处和技术设施 知识做一些研发活动 最后就是有一些一般营运的资金 和Harry King这间公司 其实看到集资额算是中型的股份 不算太少也不是特别多 定价方面是2个7号8至3个10号7 每售者1千股 入场费大概3500多元 这次他们引入了中信股份 做他们的投资者 对方会认识2亿股的股份 占发售完之后 已发行的股份8% 中眼国际和花旗是联席保险人 还有联席协调人 看看业务 是最大型的发电机组系统集成商 好似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说 都算比较陌生 可否和我们说说基本面 对了 如果你看这只股份 大家第一件事 就会有少少不明白他在做什么 本身这次 其实他集资金额16亿多 对于大家来说 你说炒小小就完全不是了 因为出来的市值都十几二十亿 大家也都明白 很难支持这样的市值size 去炒起这只股份 对于他本身 大家如果揭开他那份招呼书 第一件事 会想到一件事 就会发现有几个字 可能你不太懂 那叫分布式发电 其实如果你说 看电厂 或者大家所熟悉的一些发电机组来说 其实主要分为两只 一只就是分布式发电 一只就是集中式发电 集中式发电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香港那些大电厂 就是说中电 港灯 一个大型的核电厂 或者是燃煤机组 那些叫集中式发电 今次我们介绍这只伟能 它是做分布式发电 分布式发电 如果举个例子是什么 主要是一些 例如在大厦上的太阳能模组 或者是不同的铁路上 可能有些变压站 一些比较小型小小的发电 其实是分布式发电 细节你见到在内地 在灯柱下面 上面有些好像风扇仔 60级的风力发电 那些都叫分布式发电 所以大家要明白 今次伟能所做的一些 所谓的project里面的规模 就没有那么大 它不是帮一个大电厂 去做一些主要设计或业务 刚才Tracy说到 主要两行业务 有些英文字在 其实SI的模组 应该怎么去理解 是不是我现在要在财经堂 我们要建一个发电的模组 本身找这间公司去做 不是完全是 如果大家未入过一些发电厂 可能你会在一些新闻 或者我们的节目中提及过 有些发动机 有些发动机组 其实这间公司在SI的业务 就是主要做一些周边的范畴 包括什么 如何去控制这个发动机 如何去做一些交流接驳的设施 又或者是设计就是SI模组 就是本身Tracy 如果你要帮财经台整个发动机组 应该要有几大间房 要怎样做些冷却 冷气应该怎样搞 而SI模组就是做一些配套的措施 另外你会看到有几个英文字叫IBO IBO就会有少少像大家看基建股 他经常说什么BOT 类似这样的东西 I是Invest B就是Build O就是Operate 其实是说他去Bit一些内地不同的行目 其实是会帮你做整个设计 所有的营运都会做 而这方面来说 对于他那个前景上会大一点 因为他最主要的客源都会来自于什么 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比如中车这些来说 铁路上来说 大家都可能经过过 或者你没有留意 整条铁路里面有很多变压站 或者很多供电措施 如果你说中车 其实他都会承接到订单 就会找伟能去做 他是拿这些单回来 所以暂时来看 SI的业务最主要是整个系统帮他搞 所以暴力会高一点 IBO其实就要看个别的项目 它迫回来的时候 如何去搞 所以暂时来看 市场上不是太多类似的股份 大家可能会想到威城集团 就是做智能电标那间会有少少迟 但以估值去计 今次11至15倍上市 我觉得又不是特别地吸引 所以大家如果你说 尤其是我都花了两三分钟 去慢慢解释他本身的业务范畴 我就怕本身对于市场来说 比较难去评估或者估值 这些好像挺复杂的东西 又不是完全是一个发电厂 所以暂时来看 我想大家不需要在这些 比较弱一点的市况 那么急于去抽 可能你等他上市 看业务反应 如何去买股份 可能会稳定一点 暂时来看 我想市场反应 可能会比较弱一点 好 业务省是比较独特一点 不过我们看看他有什么来头 刚才也提过他的基础投资 就是有中信股份267旗下的中信贷富 认构当中2亿股 左右佔过大后股本的8% 问到和中信会否进一步合作 CEO那边说 未有所定计划 中信入股是源于 之前和公司管理层合作的经验 而且中车原来都佔3% 联合创办人说 05年开始和中车合作 未来都会紧密合作 又说中车有兴趣增加投资 截至去年12月底 公司是印尼和缅甸最大的 私营燃气分布式发电站 拥有人和营运商 印尼缅甸万加拉 有6个分布式发电站 已经是营运 装饭机容量介乎 20.3兆瓦至65.8兆瓦 还有伟能和中车和中计公司 订立了五年期的开发协议 其实可以受惠一带一路的概念 如果炒一带一路 伟能是否股价有提振 想到之前的基建股 182.9兆瓦等全部炒了 可能到他 反而 因为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字英文字 两个业务 SCI 一个IBO SI的业务占了74% 主要是做SI IBO那边其实没有中国 主要是孟加拉、印尼等 风险反而会比较害怕 因为这部分业务 可能会有一些政治上的风险 没有那么容易收到钱 可能大家要留意 因为他今次集资的主要目的 都是发展在下面 IBO的第二个业务 所以未来的前景上 真的要实质地想想 AR 即所谓的应收帐 是否真的可以回来 这方面 其实反而会成为市场风险 但如果你问我 一带一路来说 他有条件 不过 其实真的可以帮到他多大呢 整门生意都是十几亿 因为他做分布式发电 他不是做集中式 即是大型电厂 所以 其实可能接些单回来 都比较小一点 看一看他未来的项目上 如何拿回来 好 谢谢Harry今天介绍 和你谈到这里 最后有问答环节 待会再和大家见面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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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